背痛 大家看到这样的背痛 一个七十几岁一个女性病人 这里装的是心脏节律器 背部的一个X光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样的弯曲 脊柱侧弯 然后这里白色的东西 之前因为打过骨髓泥的一个关系 再加上心脏也不好 整个有阻塞性 比较瘦的一个状况 所以要先开刀前 因为它背痛很厉害 那么神经有压迫 所以要考虑开刀 那开刀前要先做的 像这个肺功能的试验 怎么样测验完以后 怎么样去让它的一个肺功能 会变得更好一点 然后再去让它的一个复健 做得好的时候 才可以考虑到 开刀把它的一个 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形 来做的一个矫正 那它为什么七十几岁 现在脊柱侧弯 本身原来就有 再加上骨质疏松 所以更严重的结果 弯的一个结果 就造成神经的一个压迫 所以现在 不管是骨科或神经外科的意思 透过这个定位导航 然后侵袭性最小的方式 把这样的一个骨钉 打在它适当的一个位置 让这个已经是 转弯变形的一个支柱 重新能够撑起那一份天空 这老实讲是非常不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 开刀前的一个改变 是非常大的 这是从正面看 当然你把它的一个位置 变好以后 这个脊椎对神经的压迫 就会减少它这个背痛 它的下肢无力 就会得到改善的一个状况 这是从正面看 从侧面看的时候 更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钢钉要打在 那个正确的一个位置 它本来已经变形了 怎么把它矫正回来 又打到正确位置 再把它固定好 不过早一点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恐怕是更好 更安全的事情 来收看 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